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政壇新秀的一周大事回顧 又是我梁思雲娘娘 還有陳志豪 上星期很多人稱讚志豪的頭髮 醒神剪短一點 我們今天播出的日期應該是2020年12月24日 平安夜 為什麼我們這麼晚才出一條片呢 因為都比較趕急和緊急 要和各位觀眾分享 這些黃人又想搞事 死心不息 我想給大家最新的資訊 希望大家快點把我們的片段廣傳 然後也留言讚好政壇新秀港台不講我們 究竟是什麼這麼緊急的事呢 志豪 今天就是平安夜 平安夜顧名思義應該是平安地度過 但是那些小黃人的黑暴分子就死心不息 他們今天也在網上透過TG群組 透過Facebook 宣傳一些遍地開花的活動 例如今晚的7時半 他們宣傳在尖沙咀的鐘樓 就是要求內地釋放12港人的集會 亦是紀念反修例運動的超越州 總之是炒碼一碟 對 炒碼一碟 除了在尖沙咀之外 他們也在沙田 在維園 在元朗 在觀塘的海濱花園 都會發起這些所謂黑暴的集會 主題是紀念無法團聚的每一個家庭 老實說 你在這些日子 事先張揚去搞這些非法集結 一定會引來警察的部署打擊 到時你都知道 今時今日自從換了新一哥之後 警方的策略不僅是驅散人群 而是會拘捕 當你拘捕了越來越多人 那些沒辦法團聚的家庭 不是越來越多 究竟躲在黑幕背後的組織者 究竟是什麼心態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TG群組也好 Facebook群組也好 基本上是不受監管的 你隨便在71在便利店 買一張太空的電話卡 就可以開一個TG群組 根本上它不斷 到底背後是什麼人組織 什麼人去指使的呢 是沒有人知道的 但這些躲在黑幕背後的組織者 就不斷叫大家送頭 所以其實這些人第一是無恥的 第二其實香港政府在這方面真的要加強監管 我和娘娘之前都說過 我覺得未來政府都會做的 就是要將這些社交網站 如果它在裡面發佈一些違法資訊 那個平台的營運商 都要承擔這個法律的責任 因為它在叫人去犯法 因為它在放任人犯法 你沒理由錢就賺 然後監管你又不監管 甚至乎我覺得未來有一個趨勢 就是所有賣這些電話卡的人 都要實名制 就不可以再像現在普通的71在便利店 都可以隨便買了電話卡 例如社群區也好 Facebook也好 你一個電話號碼 你就可以註冊到 表面上那些社交網站 是需要做一套實名制 但實際上你買這些電話號碼 電話卡根本不需要實名制 所以你何來實名制呢 我覺得未來政府都會修例 我們強烈要求政府 剛才志豪講過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網絡營運商應該負上法律責任 因為他不能提供一個平台鼓吹別人犯法 要監管 第二件事應該要電話卡的實名制 我再跟大家詳細說 為何他們在Telegram群組中活躍仍然死心不息 其實只是一個平安夜的活動 也有千多人去看 而他提供了在哪裡有得玩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玩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搞事 擾亂社會秩序 譬如他們已經報導安全情報及提醒 新東 月明村 明欣樓 有狗 看門口是什麼意思 其實他在說是有警察 他們在說是在侮辱警察 他們不停放很多資訊 例如現在下午三點多時 元朗西鐵站有幾多個軍裝 在看什麼圖人 他們不停放這個訊息 令到現在想進去擾亂公眾秩序的一群人士 一群暴徒 甚至乎黑暴 他們掌握到大量的資訊 甚至乎提供了 大家記得要距離1.5米 小心限聚令 甚至乎看到警察常常去買食物 下街行街 其實他們提供了所有這些訊息給他們 我們是否要繼續讓他們擾亂香港 其實從這些Telegram群組 可以看得出 香港的黑暴勢力還沒有消除 你想想一個平安夜的活動 那些黑暴分子是非常有組織性的 第一他們的宣傳平台仍然在 第二你作出全港大範圍的監視 例如沙田那裡有警察巡邏 元朗那裡有警察巡邏 沾沙咀那裡有警察巡邏 這些情報他們不斷在更新監視 背後所牽涉到的人力物力 是非常龐大的 甚至乎有一些區議員 協助他們還在喊光時 還在喊五大訴求 這群人是拿著一個公職 但是拿著公職的時候 他們居然犯法 大家要知道現在出來 繼續去公眾集會 第一件事現在政府不會批理公眾集會 疫情真的嚴重 如果他們再群蠻然後繼續播毒 怎麼辦呢 現在香港已經被疫情搞得一塌糊塗 再加上他們又出來搞事 以前大家還記得每次月尾 31號 沒有31號是29號 然後自己作很多不同的所謂紀念活動 其實在說的是搞事 另外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意 每次肥佬黎他有什麼事 被人拘捕 檢控 甚至放出來 都會有大型集會活動 這個平安藝這麼巧 肥佬黎他剛剛說 保釋島出來 真的太過分 這個我們下節先說 因為現在聖誕再說 聖誕再說 太複雜 現在不說 但我們現在想說的就是 這件事的時候 不知道今晚會不會搞事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 投高警惕 不要去這些我們剛才所說的一些地方 甚至乎好好看管自己的子女 因為有時候子女就是這樣 他說要出街 可能覺得聖誕節讓他出去 但如果你明知道他真的會出去 因為現在 穿了黑衣黑褲 戴了TG面罩 不是那個豬嘴面罩 你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要不讓女兒出門口 因為也是 剛剛政府的上訴得值 就是一個禁蒙面法 之前我們大家都知道 人神共憤 因為在緊急法的情況下 政府不是說要申請 推行禁蒙面法 居然是法庭 政府是敗訴 然後再下來 政府是終極上訴 終於上訴得值 知道這件事在危害 公安的禁止蒙面條例 我們會覺得 譬如現在有些年輕人出去說 現在疫情 我就戴口罩 甚至乎戴豬嘴 都見過人 戴豬嘴怎麼防止病菌 我又不知道 他們要繼續戴豬嘴 但如果他們繼續出來 遊行像今天 他們是否當集會 大家還記得之前 以前有一件案件 就是萬聖節 萬聖節的時候 有一群人帶著面子 也借著萬聖節這個機會 又出來擾亂社會秩序 發起黃人的活動 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 要好好看著自己的子女 不要再讓他出去 跟這些人去搞事 特別是在節目一開始之前 我已經提到 其實警方近幾個月或近一年 打擊違法犯罪的力度 是強了很多 如果 今次已經有一些組織者 透過一些網絡平台 事先張揚 會發起一些非法集結 如果你仍然去參加的話 究竟有可能需要冒什麼法律風險 就知道跟大家說 最基本有三條罪 是很大機會很容易會中到的 第一 就是參與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 第二 就是違反限聚令 第三 可能也會有部分人會觸犯 就是組織及煽惑他人參與 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 怎樣會觸犯到組織及煽惑呢 就是在平安夜你逛街或遊行的期間 突然你在街上大叫 叫人們快點去那裡 去那裡集會 去那裡集合 有可能那裡會有活動 叫人們快點去 如果真的做了這些行為 你很大機會 就會觸犯煽惑他人參與 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 有什麼人最近被告入這條罪 就是黃之鋒 黃之鋒坐了13個月 其中一條最重的罪名 就是煽惑他人參與 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 但都是13個月 最重可以坐五年 希望大家今晚應該要過一個平安的晚上 祝大家聖誕快樂 我們下一節回來就說剛才我們說 現在最重要的新聞就是黎智英 他會不會真的逃亡 有料跟大家爆發 關於黎智英 沒錯 大家走之前記得訂閱正常新秀 開啟鈴鐺 把我們的影片快點廣傳出去 多謝大家 拜拜